大家好,那么今天的美国方面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公开了美国方面研制的新型的防空系统 这个公开的画面显示是一款30到155毫米的大口径高速炮 打击在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是中国的轰-6K携带着巡航导弹 美军的这款155毫米的高射炮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巡航导弹 可以看到这个演示动画 未来将部署在南海保护东南亚地区的基地 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公布的视频也可以看到 包括台湾、菲律宾、南海、周边一些岛礁都会部署这种导弹 这种导弹可以有效的攻击到中国的无人机 以及中国的轰-6K携带的巡航导弹 中国无人机对导弹发动攻击的时候 高射炮锁定目标的画面 高射炮很有可能安装了目标追踪的指示弹头 也就是它可以对中国的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进行扫描 然后追踪目标 修正弹道 攻击目标 这是非常先进的 这是南海方向 美国新的部署 这个未来可能会跟随日本 跟随日本 还有美军部署在菲律宾方向 就对中国周边海 南海附近的岛礁 形成这个威胁 这是南海方向的情况 这个现在还只是展示动画 并没有实物 所以现在我会持续的关注 这款防空系统 实际上对中国在南海 是有一定威胁的 那么伊朗方面 今天最新的消息 伊朗展示了自己的QAEM105运载火箭 舰长是23.5米 重18吨 可以将200公斤的有效载荷 发射到400公里的高度 它有两个具有3级和4级不同版本的 运载火箭 可以作为洲际弹道导弹使用 这个火箭 它是可以将500公斤弹头 发射到11000公里距离 11000公里就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另外该导弹的速度 可以达到2.7万公里每小时 巡航速度可以达到15到 1.5到2万公里每小时 有实际款导弹 可以完全打击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通过卫星发射进行操作的话 它的速度以及精度都可以进行调整 从导弹的公布来看 伊朗离获得真正的核武器 就是进行核试报 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倒计时 伊朗和其他国家不同 它是弹和这个枪同时在发展 也就是说 伊朗现在公布的这款运载火箭 它的试射和伊朗的真正的小型的 500公斤左右的核武器小型化以后 核弹头搭载是同时进行的 伊朗如果获得了核武器 而且是可以攻击到美国本土的 那么将改变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 很多国家将消失 另外今天土耳其方面 也是测试了自己的隐形无人机 这是土耳其方面测试的 TUSAS 叫飞翼 低可探测打击无人机 叫安卡三型 这是首次进行测试的画面 今天以色列方面有消息 以色列驻韩国的使馆公布了一段视频 是哈马斯圣诞节袭击韩国的画面 这是以色列驻韩国大使馆拍摄的 主要目标是 韩国人支持以色列 参与在中东地区的护航 从这个画面中也可以看的 花了不少钱找韩国演员拍摄的 就是描写韩国遭到哈马斯袭击 在圣诞节 但是现在韩国外交部公开谴责 以色列大使馆的行为 要求删除该视频 韩国现在国内媒体呢 对这个视频的拍摄 也是提出了这个反对的意见 韩国呢 现在实际上呢 是主要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 要求韩国出兵亚定万 美国呢 要求韩国参与领导的鸿海 叫繁荣卫士行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美军呢 要求韩军呢 是跟随美军一起 护航雅定湾 在这个鸿海雅定湾方向护航 而且呢 要求韩国的青海部队 青海部队跟随美军一起 进入中东 打击这个包括苏玛里海盗 还有野蛮湖塞武装 但是会得罪伊朗 韩国的这个石油 很多也是来自于中东 来自于这个波斯湾 如果韩国参加的话 那会遭到像伊朗 像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韩国可能会失去阿拉伯国家支持 就韩国现在也很矛盾 他老大是美国 但是老大美国和以色列这种特殊关系 要求他出兵 他如果出兵的话 那么阿拉伯国家 就不会给韩国很多的能源上的支持 包括现在这个沙特 沙特和阿拉伯国家 对韩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那如果青海部队出现在了雅丁湾 跟随美军一起护航 他成了二鬼子 二鬼子的话 就会得罪阿拉伯人 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所以龙山现在是拒绝美国的提议 韩国也很矛盾 跟着老大一起到中东地区作战的话 可能会真的得罪自己的金主 就是沙特 包括阿拉伯这一众阿拉伯国家 这韩国很有意思 咱们再来看今天的 以色列方面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这个战斗呢 今天有一个新的变化 就以军呢 占领了加沙南部 还有尼斯的施政大厅 那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加沙地带北部呢 甲巴利亚安纳兹拉 现在这个建筑区的战斗呢 在持续 以色列国防军呢 将最大的飞地 也就是加沙地带 已经完全分成两部分 那加沙古地呢 以军在这扩大了在穆格拉克 扎赫拉 尤尔迪克当地的控制区 在南部 哈尔尼斯的施中心广场 大家看啊 这施中心 它的议会大楼 施政厅大楼 被以军坦克已经控制了 这是以色列坦克 施政大楼 已经被以军占领 在哪儿 在这个方向 所以就是哈尔尼斯的施中心 已经被控制了 在东部阿巴桑 贾迪德地区 穿过农田 也可以看到以色列坦克 那么黎巴嫩边境的交火呢 现在也在持续 以色列空军呢 昨天对 宾特杰威尔发动空袭 乙军呢 也是打击了 黎巴嫩南部地区 而且是纵深 对黎巴嫩境内目标进行打击 这是过去没有的 目前造成三名黎巴嫩平民死亡 珍珠党呢 向以色列发射了70枚火箭弹 于旦河西安地区呢 以色列安全部队 对城市进行的 逮捕行动呢 主要是针对 支持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双方进行了 这个轻武器的交火 巴斯坦军队呢 目前呢 巴斯坦军队目前呢 没有阻挡住乙军的进攻 这是以色列国防部发布的视频 但是呢 发布视频显示呢 乙军的M1097A装甲车 在拜特拉夏以东 遭哈马斯打击 另外在住宅区 也安装了简易爆炸装置 所以乙军的现在推进的也是比较艰难 沿海地区呢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 扩大了在谢赫拉德万水库附近的控制范围 这个地区呢 能够切断甲巴利亚与加沙的联系 所以乙军的加大这个地区的控制 乙军现在只剩下几个街区 就可以完全切断啊 加沙与外部的联系 所以加沙呢 现在一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个核围 所以加沙北部地区的结束战斗结束 已经进入倒计室 在南部地区呢 在地匣地区啊 以军在穆格拉克 扎赫拉 尤尔迪克也进行激烈战斗 以色列国防部呢 解释说 该地区的袭击需要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 并停止向加沙地带边境居民发射导弹 巴尔斯兰组织呢 并不否认啊 以军 对加沙南部地区的占领 所以未来呢 以军在加沙的南部啊 哈尔尔尼斯方向的行动 会继续扩大 以色列现在呢 没有啊 向加沙哈尔尼斯南部 也就是靠近埃及边境地区 继续发动进攻的这个 迹象 也就是以军呢 现在在 哈尔尼斯啊 没有继续向南推进的这个行动的 进一步的想法 主要目的是要在哈尔尼斯先摧毁 哈马斯他的地道啊 包括他的这个 基础设施 那么向南最后会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胡发布命令 这样的话 以军呢 就不会与埃及 直接交火 这也实际上也是要配合美国 美国未来呢 在中东和也门 和埃及 还有伊朗之间这种特殊关系 美国要求 以色列配合 所以如果进入加沙 哈尔尼斯南部地区 会刺激 埃及 有200多万的巴特斯坦人 他聚集在这个狭小的地区 如果越境 进入的埃及境内 会刺激埃及国内 所以现在以军在哈尔尼斯的行动 还是相对啊 聚集在这个哈尔尼斯的北部地区 没有向南 但以色列国防部呢 已经宣布啊 要求疏散 在哈尔尼斯附近 周边地区 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的居民 这个地区居民 也说明以军下一步呢 将在东南部发动一个突袭 这个地区居民必须撤离 所以以军未来的可能会 从中部转往东南部 靠近以色列边境地区 有更大的行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呢 今天呢 向以色列喊话 说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与当时的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的行动没有什么不同 以色列总理呢 内塔乌呢 表示啊 土耳其二端的言论 他本人呢 对库尔德人实施了种族灭绝 所以呢 他没有道理 对以色列提出道德 那么今天呢 非洲的尼利亚呢 也有最新消息 非洲尼利亚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尼利亚呢 发生了大屠杀啊 尼利亚的圣诞夜啊 二十个村庄 两百人死亡 屠杀呢 是武装团伙啊 烧毁了教堂 并砍刀枪支 杀害当地的平民 现场非常血腥啊 现场非常血腥啊 只是尼利亚当地电视台 播放的画面啊 骚乱呢 持续了整个周六和周日啊 在偏远地区呢 周一早上还能听到枪声 目击者说 12个小时以后呢 安全部队才回应 也就是这个屠杀结束以后 安全部队才到达 所以在尼利亚很多地区啊 就是很多恐怖分子 其实并不怕这个政府军 很多当地老百姓呢 也获得不了政府军的保护 打完仗了 政府军过来了 死亡呢 目前是超过两百人 三百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住院 当地政府表示啊 一些人仍然失踪 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目前没有组织声称对事件负责 但呢 尼利亚政府呢 将事件归咎于富拉尼牧民 尼利亚50%人口是穆斯林啊 大家知道 那该国1961年独立以来呢 在尼利亚中部地区和南部 那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 出现矛盾 特别是这个穆斯林 在经济和政治上 感到被变远化 最激进的群体呢 是游牧的叫富拉尼人 富拉尼游牧人 他们生活在这个尼利亚周边地区啊 包括在尼利亚境内 几个国家都有 所以呢 主要是在西非 这些国家都有分母 除了宗教和社会因素以外呢 这个牧民部落在尼利亚西北部和中部地区 袭击当地的基督教村庄 实际上呢 已经成为历史上的 经常发生的事件 他们表示这个基督教的很多这个 教室啊 包括很多基督教的这个财产 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把他们这个牧场 化归教会 所以呢 占领了自己的历史上的土地 所以呢 经常袭击当地的这个教会啊 基督教 为什么在圣诞节啊 因为圣诞节是基督教的节日 所以我之前说过啊 这个基督教的节日 圣诞节很多国家一提到圣诞节 会造成什么 造成大屠杀 造成 意儿形态的冲动 特别穆斯林国家 目前呢 尼利亚的官方数据显示呢 14年来 基督分子 在圣诞节 攻击这个教会 造成了约5万名尼利亚基督徒死亡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圣诞节应该改个名字 那尼利亚方面的这个骚乱 实际上也将导致未来基督教 和这个穆斯林之间这个矛盾 那很有可能会被大国利用 这些大国呢 可能会利用这个非洲 特别西非 几年阿湾附近这个复杂的这个宗教情况 那非洲这个内战可能会逐渐升级 在高加索方向啊 今天又有个消息 在圣别宝举行会谈 阿塞拜疆和亚美亚的领导人呢 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 两国领导人呢 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双方呢 这个会谈结果也没有公布 但是现在呢 两国媒体 阿塞拜疆和亚美亚媒体呢 表示这个会谈结果并不理想 帕尼西洋和阿里耶夫 在圣别宝 在普京的斡旋下 进行了和平谈判 现在这个 纳卡战争结束以后啊 亚美亚可能面临着阿塞拜疆进一步的侵略 就是阿塞拜疆可能要对 南部这个飞地 这个飞地 打通这个通道 阿塞拜疆可能会有行动 所以现在普京也在斡旋 现在来看呢 阿塞拜疆 是在缓和亚美亚的紧张情绪 但是阿塞拜疆一定会动手 这个实际上是 俄罗斯媒体的看法 一定会动手 现在只是需要先 让你亚美亚方面放松警惕 阿根廷方面也有消息啊 今天呢 阿根廷 哈贝尔米莱 向国会提交改革草案 351页 这个改革草案呢 米莱 提议啊 将41家国有企业私有化 就正式开始出售国有企业了 所以阿根廷未来呢 他的国有企业将出售给这些外国资本 大多数实际上都是向卖给美国 41家国有企业私有化 对未申报的资产实行税收特赦 同时呢 加强参与抗议活动的处罚 因为现在阿根廷国内啊 发生这个骚乱 抗议米莱 要求米莱下台 那米莱呢 已经签署法令啊 给予安全部队使用枪支的自由 就可以向人群开枪 现在呢 还是要看米莱最后将这个阿根廷的国企 这些国有资产到底卖给谁 最后这个试验能不能成功 那实际上现在西方媒体啊 特别是南美洲啊 有一些媒体现在猜测啊 米莱呢 可能他自己也认为只有一届任期 那么这一届任期呢 将把阿根廷的财富 阿根廷的国有企业卖给西方 特别卖给美国人 那么他这一届任期以后呢 他可能会流亡美国 就不再回来 他实际上把阿根廷出卖以后呢 获得了西方 也就是西方这些财阀 给他的这些回扣也好 给他这些好处 那么他会流亡到美国 可能会去找阿根廷的求情 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找这个像梅西一样 阿根廷的这些移民 最后会流亡美国 那这样的话 他实际上也就财富自由了 所以这个米莱呢 实际上就是和美国 在签署这个21条 把国有企业卖 卖了以后呢 自己在流亡美国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 阿根廷国内将不会再有 更多的税收 政府将越来越穷 阿根廷政府没有税收 没有国防开支 没有教育医疗 那最后呢 阿根廷这些财富 所有的资金都会流向 什么流向西方的那些金主 流向这个美国的一些财阀 最后肥的都是个人 像当年阿根廷 就像当年这个俄罗斯 很多这个俄罗斯寡头富可敌国 但是俄罗斯本国很穷 俄罗斯老百姓甚至买不起吃的 买不起穿的 但是寡头呢 寡头他可以豪至千金 买个什么切尔西俱乐部 跑到英国伦敦去生活 未来阿根廷也是这样 这是今天的中东方向 最新的一个消息 美国现在呢 将联合自己的盟友 对也门施加影响 但是实际上 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怕 因为现在也门也知道 他现在需要 也门胡塞武装 来威胁沙特和阿林球 这样的话 能够让以色列和沙特 保持一个合作的态度 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未来也门胡塞武装 在红海在雅丁湾的行动 还会继续 所以现在美军呢 就要考验他未来 能不能在阿拉伯海 在印度洋 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 现在来看呢 美军集中在哪呢 美军啊 这是最新的啊 美军的军舰的位置处 美军的军舰都集中在 雅丁湾 红海这一线 看到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美军集中在这个方向 可能会未来会对 也门胡塞武装有行动 但具体这个行动规模如何 还要再观察 那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国际航运 特别是红海和雅丁湾的航运 那也就是对欧洲进行了钳制 对欧洲实验 因为这条海道 这条海道对整个欧洲的外貌非常重要 所以美国控制这个海上 也门 也门 红海 雅丁湾这个航线 发生战争的话 特别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 这个战争长期化的话 欧洲将失去地中海 红海到阿拉伯海这条通道 它就必须绕到南大西洋 那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的一种压力 需要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另外需要欧洲来压制俄罗斯 美国在海上控制着海上通道 它就可以对其他国家施压 这就是海上霸权 就是昂鲁萨克兰它控制海上的节点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南海 包括联合着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什么加拿大 这昂鲁萨克兰国家一定要控制南海 绝不能让中国控制南海 它要有海上霸权 才能对你施压 我会持续关注未来的中东方向 会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